我接下来看到的是暑假墾丁的部分 也进入旺季了 不但海边是挤满人 现在民宿都没有了 但是也有民众发现 就暑假之后呢 这个墾丁民宿的价格 竟然是平常的房价的两倍 而业者也坦诚 因为电影《海角7号》太红了 让墾丁在暑假 多了非常多的香港客和新加坡客 房价确实调高了 但是还是一房难求 急 急 急 暑假的墾丁到处都是人潮 不但海边挤满人 特色民宿更是被预定一空 不过想在暑假入住墾丁 民众要有心理准备 价格通通翻涨两倍 现在已经都差不多五成了 五成啊 对 每天嘛 暑假就已经 对啊 每天 但周末已经几乎快要订不到房间了 周末 例如说礼拜五 礼拜六这样 那这边的房价大概是多 房价哦 房价会比淡季的时候要调长 Vila市的主题民宿 还附设专用的SPA泳池 超有特色的主题民宿 双人房平日房价三千五 但暑假价格飙涨到六千八 四人房更是从四千块涨到八千八 价格一涨就是两倍 评价民宿暑假也不评价 双人房从一千二涨到两千二 四人房从两千五涨到三千八 房价都涨了一千块 贤贵还不见得住得到房间 夏季我们礼拜六的六人房都已经满了 那除非就是两人四人 比较还有剩下几间不多 叶姐说电影海角七号红透半边天 连带让墾丁的国际知名度大增 香港客和新加坡客都慕名而来 让暑假的墾丁充满香肌 中天新闻张春华包经营 屏东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